总统府前大批远警在路口排排站 防备的对象是这群坚持守护台湾安全的 飞壳家园推动团体 101年5月29日 飞壳家园支持团体齐聚在台北第一女中校门口前的人行岛 两道长长的红布曼 key上了15000位联署的民众名单 他们都反对合二场 在没有百分之百确保安全的条件下重新启动 这个东西应该是金属疲劳的问题 那么如果是金属疲劳的问题 应该所有的螺酸 不会说只有这七根 都承受同样的历史命运 所以所有的螺酸应该都是有问题的 那么一直到4月24号 台电拒绝把113根 他们认为是正常的螺酸的超音波检验资料 给我的时候 我大概心里就有数了 这113根一定有问题 那么后来台电是同意 在公厅会上 5月3号公厅会上 同意重做超音波检验 那么当我们拿到这个 重做的超音波检验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它把超音波检验的显著度 从正常的占整个荧幕 80个percent调低到21个percent 也就是说 让发生瑕疵的这个螺酸 它的瑕疵的波幅 大幅度的降低 让它可以说 那个是杂讯 不过没有关系 我跟台湾大学应力所的教授吴老师 一起研究的结果 判定至少至少里面有29根 绝对不是杂讯 那么这29根呢 放在这个图上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图 我们这个完全红色的点 就是台电源来说 是坏掉的7根 那么可以看到这一块就没有 它们原来说是坏掉的这个7根 完全不在这一块里面 我们认为这两边是对称的 这个浅蓝色的不管它 那么当这个严重破坏的 严重裂纹的放进去了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块跟这一块 相对起来 非常清楚的就是说 严重破坏的都在这一块跟这一块 所以很清楚的从台电再次做的 超音波检验的资料可以看出来 这个120根里面有30个percent 是很清楚的是列了 和二厂锚定螺栓台电公司 在花了巨额换了7根之后 决定在走完承报程序 就准备再启动发电 住在金山一带的民众 从不知情到公开的过程 完全没有被告知 因为三不知 我说如果这样 不然你们出一天 来跟我们金山 这些区域作品会 给我们了解一下 我们前面 30几个理事长 前面对 对的时候 结果说 拜六六四天而已 拜日起 刚才拜六不再本出来 参与反对重新启动核二厂的民众 短短几天的时间内就超过万人 当中有学生有牧师 他们在北依女的门口呼吁 不要担心反核的声音吵到别人 而是要勇敢又大声的继续说下去 才能救台湾的命 我们都很怕吵到别人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怕吵到 北依女里面的学生 他们在日修 他们在读书 可是我觉得大家不要怕 去吵到别人 因为如果爆炸了 如果核电厂真的出事了 那个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够承担 也不是说谁下台 谁辞职 就可以结束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反而是不要去吵 因为我也是被吵到 今天才会来这边 那我今天才会知道 原来真相是这样 原来我们是身处在 这么危险的状况之下 然后原来其实资讯那么充分 只是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去怕吵到别人 要尽量去吵到别人 因为我们是站在对的一方 我们是站在这些道理 跟这些资讯 跟这些显示出来的情况的地方 我不晓得 我们选出来的总统 既然是那么的无感 既然会告诉我们说 他的政策没有人反对 从去年福岛事件之后 多少人站在街头 多少次的记者会 多少的团体站出来反对 所以当我看到他自己在讲那些话的时候 我发现说这个总统应该称作无干嘛 完全没有感觉 对人民的痛苦 人民的声音没有感觉 今天站在这里 我相信有很多的团体跟我们一样 非常的心痛 一个国家的领导者 竟然是对人民的声音 一点感觉都没有 然后在那里沾沾自喜 今天我们看到许多的人在网路上串联起来 要来反对 要来告诉我们的总统 我们是人 我们反核 520就职前的记者会 马英九总统一番核能政策 没有任何人反对的说辞 引发各界对总统忽视民众声音的不满 非核团体希望总统把大家当人看 马总统 核二很危险 马总统 核二很危险 我们都是人 我们都反对 我们都是人 我们都反对 好 我们希望下次马总统 不要再跟大家讲这种 没有任何人反对的话 我不知道他是不把大家都当做人 还是像他以前对部落的人讲说 可能要在某一个状况 他才会把大家当做人 而就在各界以为核二场 只有七根螺栓出现裂痕的眼前 立委田秋景 带来必须更加重视的问题 那就是其他螺栓也可能有状况 希望大家一起阻止核二场启动 台电承认113根的螺栓里面有一些是有裂纹的 问题是他说这些裂纹可以忽视 可以不用去管它 我们的核二场可以继续运转 各位你相信吗 你晚上睡得着吗 各位我们要问 为什么这些螺栓会有裂纹 我们的反应炉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的反应炉没有裂纹吗 我们的核二场凭什么台电原轮会航线一气 非让它继续运转不可 我们现在的电绝对都胜得绰绰有余 我们并不是核二场不运转就没有电可用 现在核三场也停下来了 在大修我们完全没有缺电的问题 所以各位今天是生死攸关国家安全 刚刚北英女的教官出来拿一个麦克风那边抗议 说我们影响了北英女 我是北英女的校友 我们的王公城市是北英女校友的父亲 我们家长在这边 我跟他讲 我们在保护北英女的学生 我们在保护旁边的警察 我们在保护媒体朋友保护大家 今天是整个国家生死存忘的问题 核二场绝对不可以运转 我们民进党全党总动员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甲级动员 好不容易让上次的会议破功 但是接下来还有很艰苦的战役 因为现在原人会抬颠他们加紧脚步 让这些程序已经都快要走完了 核二场是处于随时都可以运转的状态 拜托大家了 我们都是人 我们一起来反核 拜托 人民是人 人民的声音是鲜活的 烈日下总统府前的人民 马总统你听到了吗 你看到了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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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